再來看台中市進行團出 說前現代的大隊長來形同 外桂 跟白安的消息 燒了給別交集團 這裡有個團出部 讓分教 政策隊 在省臨的小隊長 讓看到人在教長的基盤 今天有個一個 檔案分教 政策隊的小隊長 讓調查局來諾談 台中市 警察局長 在問中早期定義會是表示 會來加強福德 有問題的動輪 也會來做倒臺的對象 台中經紀 最近一直出問題 市警局長 李文將 十三個議會接受這次 也必做眾人批評的對象 現在開始 你要怎麼來整頓警戒的風紀 包括一些衛爆彈 除了說有政策 行臺大隊長 任命做 社群貪污 淹湖 保教集團 跟社勞情報作來過 十二郵告 無法分教 政策隊小隊長 出現在參加集團的基盤現場 警方雖然說小隊長沒有社勞記憶 不過他人比較是就在現場 更加嫌患有來往 十三個又有台中 台中的分教 政策隊小隊長 因為他報現場費所成功 去調查局要求說明 局長 李文將也表示 目前有兩個警察已經 在做態度的對象 這個同仁如果經過我們輔導 沒有效果 那我們就會把它列入 太除對象 發放有偷窃病 所以我們認為經過輔導 也經過心理諮商 我們認為無效 然後在之前又再犯 局長李文將也在表示 占對維法維基的同仁 照規定的身份 如果沒有效果 在做態度的對象 也會跟公共和經濟要求 不過很多民眾 帶著對經濟已經沒有信心 人民的保母這樣子的話 就會讓民眾們會有辦法幸福 這樣 難免還是會害怕 可是相信還是 好的警察還是很多這樣子 雖然警方是一直的強調 那維法維基一定會檢重出份 不過說是要頒回民眾的信心 照看是又需要一段時間 記者 總和報道